不久后呢我要去青岛录制这个节目 然后他们提前要过来拍一些素材 拍一些内容 然后发现我这个袍子一直在车上扭折痕了 给他用一摸他们来之前 也很好 那些早上六点 就发来要吃肉的 六个牛条 还有啥子 我来看看 好浪 我们在回去的路上 在街边 不是街边 公路边 但他们看到那个比较漂亮的景 就觉得在这块拍合适 但是我们还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呢 好 祝云安心了 跟这个主人说了 我一直以为那一家就是 然后从这 因为这个什么呢 所住的嘛 从这去他们家还是稍微有点远 然后一直等着的时候 等着的时候主人从前面过来了 他说可以 刚刚那个骑摩托车说的过来的 你们看到吗 看到吗 不要我猜 交涉失败了 哈哈哈哈 哈哈 高净吧 有我们赶紧在 他能让我们走 哈哈哈哈 你给我打个包啊 我再走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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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多矫情啊 他们家有 饿子吗 给您介绍一下子 好多牛 多牛 吃饭 看起来没有操场 比我们家还挺近 那我们还是远点吧 哈哈 哈哈哈哈 哪个身子呀 天才啊 嘿嘿嘿嘿 哇哦 哈哈哈哈 那边是不是要开窗户 不是 感觉那个 哈哈 就在我还这样了一下 哈哈哈哈 看我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我昨天说了他一下 今天他换了衣服 哇 哈哈 小孩的那些 我现在把那个小的东西 看我在沈江 去年的事了吧 我这个叔叔 有一个特长 就是他很会焊东西 而且很会琢磨东西 他从哪块弄了一个架子 这应该是他自己弄的 自己焊的 然后我们家的这个 量奶豆腐的一个架子呀 我那次展示的时候 都是 先吃吧 哦 先吃吧 这是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很辽阔 还有马当工大会 上次给大家拍过他们家这个厨房 专门新座签建了 然后从那个相互过来 给你们看一下我叔叔的工作室 你应该看过 在视频里面没有专门介绍过 但是应该看过我们家的仓库 但是人家家里面的仓库 我看马具 马鞋子 还有这个 靴子在一排 这个绳子在一排 这个绳子在一排 我们家里面 切骨鸡 我们一起买个切骨鸡 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小心 好大 好大 大天就坐在这里 大house 大house 还有车库 对 对 你呀 你看 对 人家停了车之后 停了车之后 就直接从这块就可以进来 本天 这事记得多好 人家自己是 哇 这摩托车好帅啊 高兴 看人家养的花儿都养的这么好 朋友 朋友 你看我的家乡很难过 这里有拿那么大会 你住在这里有棉羊奶牛 你说这个吧 你不是说那个不太合适吗 哦 我不知道呢 我这么老大 你要美女阿姨叫你 还是你要帅叔叔叫你 谁叫你 谁叫你 你可以选 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 麻烦他们去 配给他们 同意的 从 我家就是离我家近的这些 叔叔阿姨们 这些叔叔身子都是 和火海差不多了 尤其是在冬天时候 激火了 和牛了 包包子了 太好今天 妈 打脑 打脑 习惯 打脑 习惯 打脑 打脑 吃吧 打脑 是被摊掉的吗 看咱们这个执行 昨天我看视频的时候 就是 正在修 大家晚上要是走这条道的时候 要小心 哎 这不是塔纳吗 哈哈哈哈 这又来到了咱们的摄一堆 又来到了咱们的摄一堆 又来到了咱们的摄一堆 又怎么做的 又怎么做的 放烫 放烫 嗯 不是没有肚子吗 我刚送过来了 牛肚子 这是羊肚子 哦 可以 对 对 好吃 好吃 是的 吃 谢谢 嗯 酱